大梦谁仙国,人生他华之,凌芽兼此利,说尽不平时 各位,今次和大家讲的这部小说 故事的主人公居然是三教九流里面 都不算是入流的算命先生 只不过,但是这位算命先生,他就绝对不简单 他凭着自己的一身本事,一副凌芽尼齿 讲到上至皇公大臣,下至凡夫走出 人人都要对他举起手指弓,讲个福祉 在当时的北京城内,赢得了个精华神算的美誉 而且,他还生就一副合意心肠,凭着妙语连珠 都不知,情恶阳线做尽了多少令人大快人心的事 后来,凭着着他,歪嘴尿虎都要领回正这把铁口 还牵起了狂风巨浪,几乎改死了旧中国的一段历史 这一段,就是我们这部小说大概要讲的故事 只不过,故事的主人公,现在还不是个算命先生 他现在只不过是个地位更加低下的乞衣仔 但是这个乞衣仔,现在虽然只有十五岁,还瘦瘦瘦瘦瘦 不过,在他身上,就已经体现出一副合骨心肠了 上集故事我们讲到,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小乞衣,张天阳,张野仔 继于一时二分,他冒着生命危险 来到了城外的这个山神庙里面 将王太帅暗中落毒害人的事,讲回现在这一位 正是躺在床上,脚已经肿起了,中了毒的好汉高不就听 而且,还用他们乞衣仔,惯常之蛇毒的手法 帮高不就吸了伤口的大部分剧道 吸了一阵,原本是肿起了的高不就的伤口 就已经慢慢由流血,就变成流出的鲜血 而且,伤口的浓,也都被张野鬼吸得七七八八 在旁边一路看着的侯老七,见到这样的高兴 哎呀,这个方法真是使得的 你看一下,一边吸脊,一边开始消肿 血都开始钻色 看来的毒根已经夹了出来的了 高爷,恭喜了,恭喜了 将野仔吐了一口大气 定神看看 果然,伤口的血已经开始转了鲜红色 看来应该没什么大外的了 现在快点拿烧酒来洗一下伤口 有啊,有啊 另外一个徐从牛保肉呢 即时就拿了一大碗酒出来 慢慢地倒在高不就的伤口那里,帮它冲洗 看到高不就的面色已经好很多了 牛保肉忽然眼睛一滴 哎呀,喂 啊,高大哥 现在看来你的伤势好很多了 要不要再叫大夫收拾几枝药 解下毒 豈不是十拿九稳 后老七一听马上接口 哎呀,要不要找大夫啊 这些拔火去毒的药 我都会收拾呢 老高啊 那你先在那儿等一会儿 我现在即时去药店收拾药 说完之后 他在他包袱里面 拿了几寸铜钱出来 自己匆匆忙忙地走了 牛保肉看着猴老七走了 他想一想 眨一阵眼 忽然间就说 啊,对了,高大哥 哎呀,为什么那些烧酒这么快用光了呢 哎呀,倒是我碎咯 前几天贪喝酒 喝多了几口 现在还要洗一下伤口咧 不如这样 我现在立刻去买酒 说完之后 拿个空的酒碗 急着也走出门 高不就看着他两个人的背影 没出声 他只是皱紫眉头 看着他这两个 一路跟着他 由天津过来 这些兄弟 见到他两个人的身影 很快在自己眼界里消失 他这样才叹了一口气 小兄弟 哎呀,辛苦了你 麻烦你 拿把斧头去外边的树 给我砍一只 对大小 对小的树枝 我想做一副拐杖 哦,行 张天洋 即时拿着斧头 走出去 没多久 就已经砍了一只树枝 入来了 当他回来的时候 高不就已经自己包扎好的伤口 他见到张野仔张天洋 拿过那笔树枝 碰一碰头 用斧头 又将上面的滋滋丫丫 扔走细 造成一只拐杖 差不多了 小兄弟扶我起身 我们 要就此告辞 什么 高爷 你的伤势还没好得完 而且你那两位朋友 现在还帮你执养 打走 你这样就要走了 兄弟 以后呢 你叫我一声大哥 因为我年纪不竟大过你 不要再高爷高爷 叫得这么生爱 你叫什么名 我姓张 叫做张天洋 因为无父无母 所以呢 现在的人都叫我一声野仔 好 好 野仔兄弟 你这个人 好聪明 又有急事 但是毕竟 年纪还小 入世未深 还没知道江湖有多险恶 人心有多恶毒 那黄太帅 那黄太帅既然 想着落毒害我 杀人灭口 你以为他只是将毒药加在盐里面 然后就会饮我自生自灭吗 他害成你这样子还没够啊 他还想怎样啊 你这个人既然这么老江湖 他做事 肯定会不留下手 他这远 生要见我人 死要见我的诗 你说过 你读三个时辰之后就发作了嘛 那我想 三个时辰之后 他一定会派人来看看 看一看我死得没 如果我死了 他就不留性息 如果见不到我的尸首 他就绝对不会罢休 一定要斩草除根 这点 我想到 我那两个朋友也都想到了 他们本来呢 之所以衣服在我身边 就是看着我本事 想着跟着我有口饭吃 但我的脚现在伤成这样 走不快 更加不能跟人动手 就打人不赢 留在我身边就赚多空险 所以 他们已经借的意 离开我了 什么 他们 他们就这样走出去就算了 这么没意气都有的 这个就是人心 这个世间上 能够好似你这样救人于 藝书中送坛的人 不多的 顾大哥 你现在一个人走 你 你的脚伤成这样 豈不是 更难走得快 你和我报信 又为我吸毒 这一点 黄太帅 黄太帅他怎么都猜不到 所以 按他计划 我必死无疑 就是因为这一点 我现在估计 我现在估计 还有整个时辰的时间 看来 我都只能够 肩步行步 趁着现在 还有时间 快点 避远点 高大哥 你现在的脚伤成这样 无论要走多远 恐怕 都很难逃得过 黄太帅那些人的追踪 而且他势力这么大 你就这么走 未必走得掉 我都想到一个办法 你不如你乔庄改版 扮成我们乞丐仔 不行 你都知道 黄太帅很有势力 如果被他人认到 豈不是会连累你 哎呀 高大哥 那你就不知道 我们乞丐仔的本事了 你看 你一阶大行乞呢 整天不是见到一些 断手断脚啊 或者整面流浪 生了瘡的残疾乞丐的 他们这样的样子 就更加令人觉得可怜 就更加容易乞到钱了 其实呢 这些乞丐仔里面 有些是真的断了手断了脚的 但是有些是扮出来的 我一个月之前 刚好得这么巧 识了住在这里的两个乞丐 马氏妇女 他两个呢 就经常用这些药物 将自己扮到 那边又红又肿 又或者 有一只脚就变成了一个冬瓜脚 嘿 这一招啊 出去黑食的时候 百事百多的 呢 他那些药物啊 刚好就收到这座山神庙里面 我为了学他们的本事啊 已经在这里住了 整个月这么多的了 你猜 不是我这么容易 找到这里来吗 你看 一边说 张天阳张野仔呢 在长屁肋头那里摸一下摸一下 啊 真是被他摸开了块石板 在里面拿了个油布包袱出来 那 这个包袱里面呢 就有我师傅乔庄改办用的药物了 那那声 张天阳的包袱里面 拿了一瓶药水出来 擦在高笔就块面上 啊 过了一阵 高笔就半边面 果然戳起了 又红又肿 跟着呢 那个张天阳啊 又那只脚里 贴了一层假的肉皮 然后呢 三两下手势 哎呀 高笔就其中一只脚 果然肿得像冬瓜那样大 上面还有几个流血流龙的地方 这一招 就正是张天阳的乞衣师傅 马路霸的绝招 张天阳叫这招叫冬瓜脚 跟着 张天阳教高笔就 唱了几段 他们乞衣常用的莲花乐 乞食歌 让高笔就记住了 然后就说 行了 高大哥 你现在走出去 找到乞衣堆里面 嘿嘿 我想啊 那个黄太帅就算多聪明 他们都认不到你了 高笔就很感动了 他拍拍张天阳的肩膀 兄弟 你这番救命之恩 你怒告我 都不再想跟你说什么 来 这个包袱我留下给你 里面有八个大洋 还有一张档票 你好好受好 大哥 我怎么能够收你的东西的 不行 不行 你听我说 我不是用这些东西来报答你一番恩情 古人说大恩不厌者 报恩 你的救命之恩也都不是用这些东西要报答不妥的了 我跟你说 由今天开始 你大哥会将你摆个审树 现在我自身难捕 真是丽菩萨过光 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命 但是等我过得你一关 你大哥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我怎么都不能够再给你做一个乞丐的 这张档票 是北京城一间有名的档店开出来的 我在那树当了一件狐狸皮铺 那件狐狸铺 至少都值五十个大洋 但是我只是将它当了十个大洋 这张档票 播多十日就都OK 里面有八个大洋 如果你找多两个大洋 就可以熟了一件狐狸皮铺出来 那件狐狸铺 就算卖到古衣店 店都可以卖到三四十个大洋 反正 我即使要离开北京城 不可能再有机会熟这件铺了 我听说 那档店的老板 叫做童狮子 表面深善 实质上为人也是心狠手辣 和王太瑞都差不多 我们不去熟这件铺 豈不是白白译了它 所以我将这张档票交给你 说不定 还可以帮到你大忙啊 说完之后 高北就不由分说 硬地将包袱塞进去 张野仔张天阳的手里面 然后 他也不再等张天阳和自己说什么 动着这些解掌 一边 一边 向着门口 走过去 一边 就唱起了张野仔张天阳 教他唱黑石歌 南阳 南阳 马唱 唱 平啊 生啊 想我当年上 阿经啊 考啊 是 可惜榜 上无啊 明 教到我流 落 啊 街啊 头 沦为黑 的 意 意 意 在 落 凄凉的歌声 伴随着高北就 派客派客的脚步 终于越走越远 矮不见 张天阳看着这个 自己刚刚救回他的生命 天天一身本事的大哥 原本真的很想求他教自己的本事 但是想不到 两个人刚刚结识 他这么快就离开自己 心里面 都真是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暂眼之间 这件事 过了个几月 一切都风平浪静 既收不到高北就 有任何的消息 也都听不到 黄太帅那里有什么动静 张天阳漸漸 也都将这件事忘记了 这一日 他和关小仪两个人 正在自己的地盘范围里 乞着 忽然间是看到 原本呢 经常扮成 残疾啊 或者冬瓜脚的 他那个乞衣师傅 马二叔 和他的女儿 马桂花 今天又没有扮鬼扮马 反而是穿了一件 还算是干净整齐的衣服 握着个乞衣 都会经过他们面前 张野仔张天阳 我觉得很奇怪 今天什么日子 马二叔 做得这么整齐 好像去饮似的 我都说你这个 这个野仔呢 真是够聪明的 没错啊 我呢 今天真是专情去饮啊 喂 天阳啊 你本身够醒目的了 快点换个衣服 来来来来 我们一起去饮饭了 什么呢 不是吧 喂 真是有人请我那帮乞衣去饮 当然了 那去哪里饮啊 当然去有钱老家 就是后街的黄道台府 这个黄道台听说 在前清的时候 做个五品官 他现在的儿子呢 还扮起羊毛 好像开了什么工厂啊 或者在做不知道什么官员的 就是那个黄道台啊 当然了 今天呢 就是这个黄道台六十大寿 他在我家就摆了成百位寿酒 那我们不去他家喝 还去哪里喝啊 不是吧 喂 喂 马二叔啊 你不要骗我啊 人家黄道台六十大寿 会请我们那帮乞衣去饮 嘿嘿 不要说你们啊 就算是我们的乞衣头 或者乞衣帮八大长老 恐怕都没够资格啦 嘿 你说呢 黄道台请我们羊帮主去 那还算差不多 哈哈哈哈 是 你说的没错 如果那个黄道台呢 请了我们帮主了啊 那我们真是没份 只不过 鬼叫他啊 没请我们帮主吗 那我们肯定要替帮主去饮饭啦 什么啊 你 你就是说我们整班人 整班乞衣准备去搞事啊 当然了 谁谁kur要他啊 不和我们帮主发请帖啊 那我们帮主和黄道台很有交情啊 当然没有交情啦 那 那为何他要请我们帮主 各位 以前大家在很多武俠小说里面 都听过黑衣帮这个帮派的名字 而且讲到黑衣帮 很多人根据那些武俠小说的印象 都会对他们动了手指弓 说什么黑衣帮 是一个扶危制群行俠仗义的大帮派 历代帮主 释使寒龙十八掌 和九九八十一路 神出鬼没的打狗棒法 真是当世的英雄豪杰 各位 人家都说武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 里面讲的真是不可以当得这么真 根据夜市的记载 黑衣帮真的有一个帮派组织 是不是叫黑衣帮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帮派也都成立的历史又很早 大约在宋朝前后的时候 在夜市上就已经出现了黑衣头 真是拿着一条打狗棒 就将黑衣组织成一个帮会 只不过这个帮会 他历代帮主 应该是未有人 懂得用什么杭龙十八掌或者打狗棒法 至于他们有没有做过行合仗义的事 我们不清楚 不过传到现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故事里面的黑衣帮帮主 就绝对不是一个什么行合仗义的人民 反而似乎就已经成为一个分地盘 收黑衣的好处 以及和一些黑衣细力结合起上来 瓜分利益的这样的帮会 你看一下 现在就是因为人家没有送一张帖去 他就已经发光了 你恶恶惹 派了足足百几个乞衣 准备上门闹事了 谢谢大家